再来花铃客家事务处为了是传承客家文化是不遗余力 从109年到110年执行了纵古客家文化拓延计划 以两年时间收集 出版了新书《客家杰出人物志》以及记录影片 15号在县政府大礼堂举行了发表记者会 县长许正位肯定客家事务处以书籍以及影音创新的方式 来彰显东部客家文化价值与特色 更希望乡亲能够更深入了解花莲客家之美 花铃县客家事务处在109年至110年两年间执行纵古客家文化拓延计划 109年出版《客家人物志》一书 精选收录了20位客家杰出人物故事 受到广大好评后 今年再重新编制成册 县长许正位肯定客家事务处以书籍以及影音创新方式 彰显东部客家文化价值跟特色 花莲的客家移民是二次移民三次移民 所以更加更加的艰辛 一本书要做两年 真的时间有点长 但是在访坛中也是客家事务处的学习 学习到原来每一个人身上 每一个艺术家工艺师上的身上 其实那个省生命的历程以及显扬客家文化 还有它的专业加进来 那个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客家事务处长彭伟足表示 110年更拍摄三部客家影音纪录片 分别是产业片文化片以及艺术片 更以线上方式举办成果展 短时间内触及率突破百万的佳级 县长许正为希望重新编制书籍 以及记录影片 能让更多人看见花莲客家文化的深度跟广度 进而了解客家文化的精神 让客家文化得以代代传承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